第561章神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可以称得上是刀枪不入这四个字 在青年灵夜之中浸泡 进入破碎 是生命本质的一个变化 不论是真气 肉身 还是神石 都得到了质变一般的提升 以黑鲨一少女繁静初阶的修为 便是手持道宝 也难以伤及礼目 当然 若是碰到繁静高阶 或者是冰静的强者 那就不敢这么拖大了 但至少在面对黑鲨一 这个刺客流对手的时候 李牧完全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风吹动李牧的衣衫 骑上剑孔婉然 但吃下的皮肤上 却是连一丝丝的白痕都没有 黑鲨一少女的表情 一阵轻一阵红 满脸的不甘 但是却又如老虎吃刺猬一样 无法下爪 没有什么办法 这样的结果 让他自降临以来 算计的一切 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表演 自以为在戏弄观众 但最终戏弄的只有他自己而已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他冷静下来 看着李牧 徐徐后退 道 就算是我杀不了你 但是你也奈何不了我 黑衣沙楼的逆行遁忌之术 不是你所能挡得住的 我改变主意了 要将你在这个世界的消息 放出去 到时候 整个阴心心区都会降临强者来 无止尽地追杀你 你早晚还是得死 既然杀不了李牧 那就先离开 反正只要将李牧在苦心世界的消息卖出去 也可以得到一大笔财富 这是退而求其次 李牧文言 呵呵道 走 你能走到那里去 话音落下 李牧脚下 一层层的光圈散发开来 然后整个浮空位台内部 似是有什么力量被激发一样 突然涌动一股诡异绝伦的力量 光滑大作 一道道的光束从位台周边蔓延出来 组合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一样 将整个浮空位台 都笼罩在其中 宛如鸟笼 神梦 黑沙衣少女神色大变 意识到不妙 她身形逐渐隐去 化作气流 尝试逃逸 但瞬间就被那光束牢笼的力量 弹飞了回来 无所遁形 这是阵法的力量 阵法 蕴含天地之力 流转大道之气 便是兵径甚至以上的强者 一旦陷入阵法 都有陨落的危险 你 你什么时候 黑沙衣少女看着李牧 眼神震惊而又慌乱 李牧擅长阵法 这一点 在当初的神木之战中 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连天震宗的人 都垂涎他的阵法之术 但在强横的阵法时 布阵也是需要时间的 李牧到底是什么时候 做到敲无声息地布置下 这样一个恐怖的囚禁阵法的 这阵法可以困住他 绝对是极高明的阵途 但愿是高明的阵途 布置起来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大 不可能一念成阵 李牧淡淡地道 之前阵法世家的猪农说 这座擂台 是他监督建造的 但实际上 他说错了 黑沙衣少女脑海之中一道灵光闪过 猛然反应了过来 该死 愚蠢 混蛋 他心里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 西海剑派的这群废物 之前 李牧可是混在西海剑派中 当作是杂役 每日去搬石头来修建福空内台 李牧是什么人 阴仙心驱各大宗门几乎被他坑杀了个遍 西海剑派的这群蠢货竟然让他去修福空内台 原本用来对付鼠山魔教的最后手段 现在反而成为了李牧手中的大杀器 这可如何是好 黑沙衣少女气急怒急 也惊恐到了极点 却不去想一想 以李牧的手段 西海剑派又怎么可能防得住 原本是想要多补几条鱼 没想到因为你的贪心 让我准备的一切 都白费了 你就用死来赔罪吧 李牧说着 直接出手 他不知下这阵法 就是为了对付天外来的修士 那时候的李牧 还未进入破碎 所以对于天外修士 抱有很大的忌惮 当时的李牧 之所以混入西海剑派 就是为了摸到一些情报 也暗中做一些事情 未雨绸缪 来对付天外修士 没想到 因为黑沙衣少女的贪念 故意隔绝了消息 以至于后续的天外修士 都没有降临下来 收网之时 只有黑沙衣少女这一条鱼 黑沙衣少女惊骇 施展逆行之术 疯狂的引盾 但借助着阵法之力的李牧 已经强大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阵法之内的一切都无所遁形 他一伸手 在空气里一抓就将黑沙衣少女直接抓了出来 握住脖子轻轻逆扭 咔嚓 少女白皙的脖颈直接被拧断 你 呵呵 黑沙衣少女挣扎 飞踹却无法挣脱 这一瞬间 仿佛是时间回转 又回到了神木之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李牧 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强横的有些不像话 近乎于无敌 节奏 又进入了李牧熟悉的轨道 浮空内台上的阵法发动 在这样的阵法之中 李牧简直就是神 黑沙衣少女不断地催动生死桥之境的力量 试图挣扎 但在李牧怪物一般的纯粹肉身之力面前 他的挣扎就像是陷入陷阱的磁性右手一样 苍白武力 连李牧的手指都无法撼动 棍盾真气催动的地火之力 在李牧的手掌之中蔓延泛动了起来 黑沙衣少女眼中浮现出惊恐欲绝之色 这种火焰让他感觉到了威胁 不 李牧 有事好商量 你放开我 他开始软语相求 道不要杀我 留着我对你更有价值 我知道阴心心趋的很多信息和秘密 我们可以交换 做一笔买卖 他擦 李牧再次扭断了他重新恢复之后的脖颈 没有必要 这个女人 在背后谋划算计了那么多 鼠山各大之脉的掌门 死伤惨重 都有他的黑手影子 李牧又岂会和他做什么交易 火焰缭绕之间 黑鲨一少女的恢复速度逐渐缓慢 地火顺着他体内的经络经脉 不断的入侵摧毁着他的身躯 便是生死桥之境的力量和恢复速度 被李牧铁腕的压制之下 也是逐渐不及 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 黑鲨一少女大吉 李牧并不回答 他又高声地道 我乃是黑衣沙楼的杀手 你杀了我 黑衣沙楼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会有无穷无尽的杀手 在你吃饭的时候杀你 在你睡觉的是时候杀你 在你喝水的时候杀你 在你打盹的时候杀你 你就算是再强 也不可能永远都保持警惕 杀了我 对你来说 得不偿失 李牧直接懒得和这个女人再多说什么 放了他 那才是作死 地火在他体内入侵 流转 顺着经脉燃烧真气 令李牧察觉到了生死桥之境的修炼奥秘 诸多破碎警时无法察觉和打通的经脉 此时可以洞察清楚 李牧 你好狠 我在酒泉之下等着你 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整个阴心心躯 都在追杀你 哈哈哈哈 黑沙衣少女也是狠人 眼见求饶无望 眼中狠毒 大声的诅咒 最终 他的身躯 被地火缭绕焚烧 化作了一团灰烬 消散在了虚空之中 最后一瞬间 李牧在骑士海之中 隐约看到 一座已经快要成形的石桥 搭在了宁丸宫的门口 一头连着宁丸宫 一头搭在石海上空 看起来恢弘浩大 宿木庄严 至于桥上缭绕的黑色雾气 大概与黑沙衣少女修炼的功法有关 李牧略有名物 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就是 凡尽强者打通生死桥时 是海之中出现的征兆 经和修者的武道理论体系之中 是海又被称之为苦海 午夜有云 茫茫尘世如苦海 云云众生 武者逆履 须踏过苦海 才能逆转生死 历代先贤开创武道修炼体系 解决跨越苦海的方法 非常的现实和简单 就是修桥 当然 这个修桥和世俗界的修桥 并不一样 修者们将这个桥 称之为神桥 因为跨越这个桥 就可以打通生死之门 踏出苦海 逆转生死 所以也称之为生死桥 在黑鲨一少女肉身湮灭的最后一瞬间 李牧看到了这座桥的存在 虽然转瞬即逝 但是却给了李牧极大的启发 唯一遗憾的是 黑鲨一少女的这一道神桥 并未彻底竣工 只修了一半 桥的另一边 还未真正跨过苦海 这显然是他修为不到 只是生死桥出街的原因 对于李牧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修者的神桥 对于他的修炼之路来说 具有参考意义 逆转生死 是相对于凡俗 在生命本质上来说的 打通生死桥 并不意味着就无法被杀死 碰到实力更强的存在 依旧会被杀 乌光流转 黑鲨一少女的灵魂显现出来 化作流光 想要奔逃 但是在李牧暗中苦心不治的 浮空位台阵法之中 根本逃不出去 李牧施展倒数 直接将黑鲨一少女的灵魂 囚禁在了欲绝之中 准备再详细拷问一些 关于阴仙兴躯的情报 杀 李牧握刀 直接朝着九大派 已经散乱的阵型之中冲去 刀光闪烁 露天化 公孙离别等九大派掌门 高手强者 纷纷被斩杀 无疑漏网 第562章 伤鬼修法门 李牧这事要比其功于一意 他潜伏在西海剑派之中这么长的时间 对于九大派的情况 不仅是从其他杂役 江湖中人的口中听说 更是曾亲眼看到诸多事情 亲耳听到诸多事情 对于九大派的一些高层 也有一些了解 可属山比起来 九大派不能说全部都是坏人 但好人却也不多 九大派就像是一块一颗病态的树上 分离出来九条之脉 纵然其中一些枝叶还勉强可以说是健康 但树根上坏了 这些枝叶又岂能好太长时间 何况 九大派从一开始 就是天外修士为了围剿李白所创立的 鼠山派而扶持起来的势力 新年苦心世界的真正传承悠久的正道大宗门 也早就被天外修士们腐蚀 渗透 剿灭 如今的九大派 是工具 狮猎狗 占据苦心 杀戮四方 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 巧取豪夺 抢占资源 只是一些蛀虫 李牧就是要以霹雳手段 铲除这些蛀虫 一扫百年以来笼罩在苦心上空的阴霾 刀光闪烁 但凡是被李牧盯上的九大派强者 哪怕是第一时间飞逃 都难以活命 茫茫刀光 划破长空 一闪便是数十里 刀光闪过 九大派强者被刀光斩中之后 还能逃出数千米 然后或是化作飞灰 或是化作雨水 或是化作春风 或是流为白霜 或是碎为片片雪花 或是化作一股热风 纷纷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回归为原始的能量 回馈天地 李牧 我必杀你 为父报仇 落日成少主飞顿出百里 自以为逃到了安全地带 回头看向浮空擂台的方向 眼中露出怨毒之色 仰天长笑发誓 秋 一道刀光 分开天地 悲习而来 瞬间透体而过 不 他惊恐地大呼 直觉一阵燥热 仿佛是瞬间进入了三浮鼠天 张口喷出的是七月流火 最终化作了飞灰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李牧站在浮空擂台之上 宛如天神 亲念一起 便是一道道的刀光 持掠百里 斩杀而出 被他神使所定的人 根本就无法逃出这刀光袭杀的范围 吃吃吃 刀光破空的声音 似是气流流转 一个个的九大派强者 化作虚无 渐渐地 李牧出刀 有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刀光渐渐连去 唯有细微的破空之声 似是清风徐来 又似是屈水流动 似是寒意宣泄 又似是暑气飞驰 似是寒霜突降 又似是雪意纷飞 刀光越来越暗淡 但威力却越来越强 李牧心中 有所领悟 他的刀意刀道 乃是以自创的先天无形 破体刀器为基础 将李白的侠客形 建议融入其中 又在五帝长生经的 武行武器基础上演化而来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尤其是以老子为代表的 道教理论 最是讲究阴阳武行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阴阳武行是万物之基础 从而衍生出这天地之间的一切人与物 可以说 阴阳武行 乃是大道之源 也是道家诸多神通 万千奥义变化之源 五帝长生经就是在这种道家理论的基础上 推演出来 李牧修炼五帝长生经 完成了武器朝圆 突破天人境 打下了大道之机 所以李牧的真气修为 走的是五行演化万物的路子 所以刀一刀刀与本身结合的基础 也在五行 霞克行建议一共一百二十 五字一句 十字一行 二十字一段 字字珠基 遇含李白毕生所创的建议精华 李牧将这建议一一拆解 演化五行 与自己的五道融合了起来 五行演化 与霞克行这一百二十字结合起来 需要找到一种完美的意境寄托 李牧想到的是地球上的二十四节气 春雨精春清古天 夏满芒夏蜀相连 秋处陆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这是地球上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歌 节气指的是十节和气候 中国古代的道家贤者们 认为一年四季的演化 与阴阳无形的变化 紧密相关 乃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的具象表现 五行之气在不同的节气中 强弱有不同的体现 在青莲池之中 领悟侠克行建议的时候 领悟就把握到了一些端倪 而与九大派的各大掌门战斗之中 领悟的就更多了 一种全新的刀之道义 逐渐成形 刀光越是暗淡 节气的意运就越深越近 到了最后 领悟念动 施展刀道的时候 虚空之中 只是隐约可以见到一条白线 已经看不到刀光 但威力更胜 四十七后变幻一样 无迹可循 有宛如天道降临一样 防不胜防 近乎于先天无形 这一战 最终落下帷幕 九大门派一败涂地 天人境界以上的高手强者 近乎于全部陨落 只有少数几个 身上罪业较少 名声相对不错 为人形式风格也相对正派的强者 才被李牧故意放过 李牧这才停手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鼠山教中的高手去做就行了 李牧的目标非常简单 就是要灭掉九大派 让苦心世界成为鼠山主导的世界 毕竟这个星球与地球上的鼠山洞天相联系 日后说不定还会成为地球通往星河世界的前哨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当然最好 不过 李牧也很清楚 这很难 别的不说 今日一战 自己在苦心世界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到阴心心躯之中去 到时候 各大天外宗门的强者 只怕是会蜂拥而至 来猎杀自己 而鼠山作为当年李白所创的宗门 早就被划入了罪名一戏 难保不会被这些蜂拥而至的修者 赏金猎人给顺带手给灭掉 必须得早做筹划了 李牧回到神光飞梭上的时候 鼠山高手们已经彻底沸腾 无数道目光看向李牧 就像是在看着降临凡尘的神明一样 鼠山各大支麦宗门 一百年以来 与九大派明争暗斗 基本上都处于下风 受寂了憋屈 一直都忍着一口气 而现在 这种憋屈随着新教主的无敌神刀而烟消云散 经此一役 整个九大派都会成为历史 鼠山神教毫无疑问的将会迎来新的时代 追杀九大派的人马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众人并不着急 神光飞锁返回白帝城 而此时 大圣的消息 已经提前传回 白帝城的城墙内外 鼠山教众和弟子 都在振臂欢呼 宛如春潮滚雷一般的声音 从白帝城里面的各个区域之中疯狂地传出 各种善后事宜 自有龙武 水月先生等人来安排 李牧素来不喜应酬 所以只是象征性地出席了一些当晚的庆功晚宴 在所有较重的面前露了一个脸之后 回到了飞仙殿之中 调西运功 补充今日之战的消耗 同时反思得失 入夜 整个白帝城还处于欢庆之中 灯火通明 飞仙殿之中 李牧睁开了眼睛 亲丝不定 不能真正修炼 李牧越想越觉得 眼前的局面 非常的严峻 若是不能解除天外宗门对于苦心世界的威胁 属山 乃至于地球 都很有可能 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一不小心 就是灭顶之灾 必须得想个办法了 当李牧取出欲绝 释放出黑沙衣少女的灵魂 你死定了 逃不了的 我今日已经叫破了你的名字 因先心驱各大宗门的强者 会蜂拥而炙烈杀你 那些文明紫薇心欲的赏金猎人 也会来取你的人头 哈哈哈哈 这个黑衣沙楼的女杀手的灵魂 面目争鸣 发出这样的诅咒 李牧也不说话 直接将运转神时 读取对方的一些记忆 想要更加了解 因先心驱如今的状况 找出一条道路 来化解苦心世界的危机 呵呵 你的神识修为 不过是破碎虚空境界而已 想要读取我的记忆 做梦 黑衫衣少女冷笑着 嘲讽李牧 但是很快 她的嘲笑 就变成了惊恐 因为她赫然发现 李牧的神识强度 竟是不比她弱多少 而且蕴含着一种很诡异的力量 瞬间就侵入到了 她的三魂七魄之中 直接读取记忆 你 不对 你到底是什么人 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黑衫衣少女惊恐愿读 她终于明白 李牧可能是得到了某种至高传承 修炼的是一种远超个大星和宗门想象的神功 否则 不至于表现得这么妖孽 甚至有可能 李牧身上会有传说之中的君王传承 在这样的传承面前 自己没有丝毫的机会 我在地狱等着你 李牧 你活不了多久了 彻底绝望的黑沙衣少女 直接选择了灵魂消散 化作灰灰 她恨极了李牧 所以宁愿不得超生 也不想被李牧读取记忆 获得信息 李牧叹了一口气 这个女杀手 倒是个果断的狠角色 记忆读取不完整 尤其是对于因心心躯如今的概况 以及各大宗门对于她的悬赏和通缉状况 一无所获 还未读取到这一部分 少女就直接灵魂消散了 不过 李牧得到了另外一个信息 极为有用 因先心躯之中 有一个星球 名为百鬼星 传闻在这个星球上 是魅王两纵横 因欲鬼怪横行 有专门适用于鬼修的法门 可以让处于灵魂状态的人 开始修行 获得神通 进而获取新的生命 第563章远征 鬼修法门一直都是李牧所寻找的东西 他当初回到地球 想要找到老神棍 求一门鬼修之术 可惜老神棍遥遥无踪 下落不明 在李牧的身边 需要这种法门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在神州大陆上 有李牧身边的丫鬟 还有鱼画龙 如今再加上鼠山的欧阳幻语和吴明两个人 如果有鬼修的法门 处于魂魄状态 只能藏身于养魂玉冠之中的他们 就可以重新开辟出一条新的生路 在李牧看来 肉身的毁灭 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 在地球上 曾经有科学家提出过概念 将人的记忆和意识 化作数据 存储在机器设备上 或者是存储到机器人的大脑之中 这样一来 用可以维修的机械躯体 来取代中将腐朽的肉身之躯 人类就可以实现永生 这个设想 和武道鬼修体系 其实具有一曲同工之妙 尤其是一些武道强者们 他们的三魂气魄非常强大 哪怕是死后许久 亦可存在 但是这样的状态之下 灵魂的能量终究得不到补充 最终飘散 最终死去 毕竟武者们的修炼 都是通过修炼肉身来提升生命本质 没有肉身 就无法修炼 而武道鬼修 则是不借助肉身来修炼的法门 就像是为这些灵魂提供心的机械躯体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肉身与灵魂的同时毁灭 才算是真正的死亡 就如黑衣沙楼的黑沙衣少女 算是彻彻底底地死了 而欧阳幻语 无名等人 处于一种生与死之间的状态 若是可以修炼鬼法的话 最终脱离养魂玉冠 自主命运 遨游星河 充振杀敌 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样和真正的活着 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有必要去一趟摆鬼星了 鬼修法门 必须拿到手 李牧一瞬间就下定了决心 只是这样以来 就必须主动前往阴心心区了 危机重重啊 不过 也是在这一瞬间 李牧的眼睛一亮 他猛然想到了一个 可以解决苦心世界 鼠山面临的困境的方法 只是这样做 有点危险啊 李牧又苦笑 不想当大头英雄 因为很多时候 英雄总是死得最惨的那个 但似乎却又没有其他办法 他的心里 渐渐的开始有了一些思路 不过还需要认真仔细的具体细化一下 将风险降低到最小 李牧很惜命 从来都不想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转眼之间 三天时间过去 鼠山白地城中欢庆的气氛 逐渐开始散去 九大派已经是过去式 四城 三派 两世家的时代 已经彻底结束了 对于鼠山神教来说 苦心世界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百废待心 短暂的庆贺之后 摆在鼠山教中面前的一个个问题浮现出来 需要去面对 这种感觉 鼠山教派好像是一下子从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 从造反的土匪变成了管理万民的官府 需要治理万民 以前的策略 自然是需要改一改 而如金属山神教之中 真正称得上赌党一面的人 只有龙武和水月先生 好在这两个人性格脾气互补 龙武暴躁激进 粗中有戏 而水月先生筹划精密金鱼筹谋 相互配合之下 一切事情倒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尤其是对于九大派的后续围剿计划准备工作 正在井然有序的展开 两个人对于李牧的意志贯彻得很认真 就是要将九大派彻底从苦心世界之中铲除 李牧则依旧是撒手掌柜的做派 除了不喜欢陷入这种琐碎知识之外 更多的原因是李牧的确不适合去做这种事情 不过 李牧并未因此就闲下来 他心中已经确定了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很危险 所以必须准备充分 才能真正实施 这样一来 他的忙碌程度丝毫不比龙武和水月两个人 这段时间里 那座青莲池依旧是被银色符纹青色阵法笼罩 换刀宗圣女业无痕依旧在其中修炼 也不知道进展如何 不过从李牧口中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换刀宗的众人 反而是不着急了 毕竟能够得到初代教主的传承 对于叶无痕来说 是天大的机缘 千载难逢的好事 也许在青莲池之中时间越长 好处就越大呢 唯一的坏消息是 换刀宗长门人叶恨老奶奶 虽然有理念好权力整治 但情况好转的并不多 叶恨已经苏醒 肉身具有破碎径的修为 无比强大 所以外伤已经自愈 可他的神志依旧浑浑噩噩 忘却了昔日的记忆 给李牧的感觉 就好像是地球上那些上了年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一样 除了不认识人之外 不济世 忘却以前的种种之外 大多数的时候 和普通的正常人差不多 这位昔日在苦心世界呼啸风雨的换刀宗长门人 仿佛是变成了俗世间一个很普通的老太太 她唯一记住的 就只有叶无痕 我有一个孙女 是仙子夏凡 这是叶恨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她出去远游了 很快会回来看我 叶恨经常喃喃自语 想念到了极致的时候 她会变得躁怒焦急起来 会发脾气 无法控制自己 因为肉身力量强大 所以一般人也根本看不住叶恨 也不敢靠近 很容易被误伤乃至于误伤 只有叶无痕的是女情儿 拿出一些叶无痕的衣物 手势之类的熟悉的东西 叶恨看到之后 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她一个人 捧着这些东西 一会儿笑 一会儿又抹眼泪 当日 叶恨抱着必死之心出战的时候 叶无痕还处于失踪状态 她并不知道叶无痕的下落 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寻找叶无痕 可能是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心结 哪怕是已经处于梦最神秘的后遗症状态 脑海深处 依旧记着此事 潜意识里觉得叶无痕出去远游了 除此之外 每次看到李牧的时候 也很多会显得很开心 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拉着李牧的手 说很多话 很明显 对于李牧 她也有一种很奇怪的亲切感 很多次再见到李牧之后 也很会乐呵呵的笑着 拉着李牧的手 一遍遍地问 你是谁家的小伙子这么俊啊 小伙子有没有婚娶啊 我有一个孙女 像是仙子下凡一样 非常漂亮 李牧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 来陪陪老人家 这是一个可敬可怜的老人 天生红颜 但是命运多舛 丈夫早死 而儿子和儿媳也为了鼠山战死 数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唯有一个孙女 是他生命中的寄托 他为了鼠山 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战后第十天 超天庭之主欧阳幻语的三魂七魄 也都已经彻底凝聚 恢复了意识 可以与其他人交流 神志清晰 除了没有肉身 不具备实际战力 只能寄托在小玉关中之外 其他方面 倒是和以前无意 这种状态之下的欧阳幻语 已经可以加入到鼠山神教的各种决策谋略之中 欧阳幻语和水月先生一样 都是鼠山教派有名的智囊儒匠 具有不俗的威望 因此有了他的加入 鼠山的各种战略事宜 可以更加顺利地曝开 战后第十五天 幻刀宗第一刀仆无名的三魂七魄完全凝聚 也恢复了意识 无名的魂魄从混沌之中苏醒的第一时间事情 就是询问夜恨的安危和十大类台战的战果 如果说夜恨的生命里只有鼠山和夜无痕的话 那无名的生命之中 从九十年之前开始 就只有夜恨一个人了 他愿意为夜恨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 魂魄状态的无名 脸上的疤痕消失 容貌极为俊意潇洒 如衣翩翩着世家公子一样 风采摄人 新年名动苦心世界的风云第一刀 果然是名不虚传 他第一时间 出现在了夜恨前面 夜恨蒸蒸地看着无名 然后脸上慢慢地露出了笑容 对于无名 夜恨颇为亲近 看到的时候 会笑起来 但却叫不出无名的名字 自此之后 无名就一直都陪在夜恨的身边 陪他聊天 无名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夜恨一遍又一遍地忘记 两个人乐此不疲 夜恨的精神状态 也好了很多 发脾气的次数渐少 战后第二十天 蜀山的备战计划 彻底完成 兵力也集结完成 战鼓隆隆 号角惊天 一搜搜的战舰 从捉风之上的大银开拔 浩浩荡荡荡地踏出蜀山 开始了对于苦心世界的征法 李牧随剑而行 寒江城 无双城 落日城 中天城 次城联盟在四天之内 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先后被攻陷 尽管在过去的二十三天时间里 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 做了大量的准备 不知阵法 召集人手 广妖强元 但是失去了顶级破碎 敬强者和大多数的 大圣敬强者之称的四城盟 无法和天外修士联系上 没有了天外宗门之称 根本无法对抗蜀山的远征军 何况还是李牧亲征 第564章半人半龙 和你们这群惨无人道的 魔教妖人拼了 偶尔有一两个 大圣敬巅峰的长老 宗门老人 冲天而起 怒吼着出手 一时无济于事 李牧座在飞剑之上 心念一起 二十四节气 刀意流转而出 虚空之中一道细细的白线 持掠百里 瞬间斩为虚无 直接秒杀 城破 踪灭 刺城联盟的各种资源 财富和秘籍 点籍等等 都被搬上了蜀山的飞剑 运往白地城 之后是三大剑派 战后第三十天 西海剑派灭亡 战后第三十二天 晴天剑派灭亡 战后第三十四天 东山剑派灭亡 战后第三十五天 镇法士加诸加灭亡 战后第三十七天 机关傀儡士加公孙加灭亡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九大派的残存实力 彻底被清扫一空 土崩瓦解 而那些依附于九大派的小型宗门 也是树岛胡孙散 纷纷都宣布脱离九大派的阵营 争先恐后的向蜀山释放出了善意 一时间 苦心世界之中 蜀山派的威势达到了顶点巅峰 龙首龙武亲自带人 攻灭了二十多个昔日依附九大派 多次针对蜀山 残酷迫害过蜀山弟子的中型宗门 才算是对这一次大清洗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水月先生派出使者 安抚其他城邦和宗门 并且以不迫不力的姿态 颁布了蜀山新政 开始改变苦心世界的宗门武道风气 也开始改变苦心世界世俗界的风气 很多世俗国家城邦 以及诸多中小型宗门 在震惊和金黄之中 很快就惊讶地发现 蜀山推行的诸多规矩 竟是要比昔日九大派宽松了许多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苦心世界的变天 反而是一件好事 李牧返回蜀山白地城 他整日埋在从九大派武库 金楼里搬来的书堆里 遍阅各种典籍古策 九大派的掌门 高手在李牧的面前不堪一击 但实际上 他们的武道传承却不弱 有可以修制破碎镜的功法 甚至还有破碎镜之上 修炼神桥的法门 对于李牧来说 广泛的阅览各种各样的武道功法密集 不仅可以开阔眼界 也可以弥补他的修炼之路上的诸多下戏 还可以让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完善自己的武道之路 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同时 他也在努力地整理出一些适合于地球上武林中人修炼的法门 焦东 秋水明 陆逊和洛璇星等人 来到苦心世界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 仔细算来 只怕鼠山洞天很快就要关闭了 所以他们离开的时间就快要到了 李牧并没有回到地球去的打算 却要借助他们的手 带去一些点集和功法 在地球上传播开来 提升地球的武道水准 好在经过了这一次鼠山的历练 地球武林中人和军人的实力 多大幅度的提升 尤其是萧东 陆逊这四大年轻天才 已经进入了先天境界 回到地球上去 绝对可以算是独当一面的存在了 不比陆昊然这样的老一辈强者若多少 将成为地球武道文明的中间 三天之后 李牧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而这时 丝丝缕缕的白色空间迷雾 开始出现在了地球众人的身边 离去的时间到了 非仙殿之中 李牧召集地球众人 金河之中的残酷和杀戮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一次鼠山洞天的历练 对于你们来说 等于是一次度节 将你们看到的 听到的 都带回地球 李牧看着众人 神色肃穆地道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 在不久的将来 地球上的洞天 秘境会开启的越来越多 很有可能会与 阴仙星区的其他一些星球连接 不一定每一次洞天开启 都是机缘 也有可能是灭顶之灾 阴仙星区之中 对于地球抱有敌意的 宗门太多 我们就像是 小心翼翼地 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兽一样 一旦暴露了坐标 面临着的就是被猎杀的命运 想要活下去 就要变得强大 地球众人的神色 都是无比的凝重 李牧说的没错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的属山洞天之行 是一次颠覆震撼的历练 这里发生的一切 让他们感觉到了 深深的危机感 而他们也真真切切地意识到 李牧是怎么样 以一己之力 支撑着整个地球的安危 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李牧的话 他们在这一次属山洞天之中 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 而整个地球 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灾难 一个人撑起了整个世界 这句话 用在如今的李牧身上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李牧将整理的秘籍 密策 交给了众人 一些可以供地球武林人士们 使用的资源 也早就有属山派准备好 装入储物空间里面 交给了他们 缭绕在霄东等人身上的空间迷雾 越来越浓郁 老师 霄东突然开口 恭敬地鞠躬 道 谢谢您 其他人也都是整整齐齐地向李牧行礼 武林中人鞠躬 军人敬礼 唯有亲眼见过 才能明白其伟大 你觉得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而如今的李牧 无疑就是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重量之具 旁人难以想象 白雾渐浓 最终 雾气彻底缭绕了众人 当白雾消散的时候 地球众人都消失了 那些准备好的功法秘籍和修炼资源 也被他们成功地带走了 这要得益于在地球中东斩杀的那头黑色涅龙 李牧从其记忆之中 找到了将动天秘境之中的物体 乃至于活物带到地球现实之中的法门 否则 这些东西能不能完全带回地球 还真的是一个未知之数 飞仙殿里瞬间空荡荡的 回去了 李牧怅然若失 人在外 如何不想家 他的家在地球 他也想要回去啊 希望下一次回到地球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像是陆浩然 像是古浪 像是四大年青天才一样的地球强者 成长起来 哪怕是在面临着天外星河修饰的时候 依旧可以正面一战 捍卫太阳系的尊严 李牧正在感慨之时 丁一级冲冲地进来 这祸神秘兮兮地道 好消息 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的 你听了一定没开眼笑 李牧微微感应 道 无痕圣女出关了 叮你撇嘴 耍赖阿你 青年池边 银色的汉字符文逐渐暗淡下去 青色的阵法护照 也如薄冰融化在娇阳之中一样 逐渐消散 强大的气息 凌厉的剑意 从池内的青年宝气之中澎湃而出 令周围等待的众人 纷纷变色 连连后退 一个时辰之前 这座青年池就有异状 为时汇报于龙武 水月等人 蜀山的高层大概也明白 这应该是叶无痕要出关了 所以聚集于此 尽心地等待着 而现在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蜀山的密册记载之中 有关于青年池内生龙的传说 原本众人以为 教主断水流进入其中 会印证了生龙之说 但后来李牧出关 实力暴涨 进入破碎虚空的境界 横扫苦心世界无敌 却并未展露出 关于密册之中 记载的生龙之力 与传说不太一样 所以大概这生龙的机缘 应该是印证在了 叶无痕的身上 由此 对于叶无痕的出关 更为期待 此刻青年池中 不亚于破碎镜的气息澎湃而出 其中一缕缕的灵力 剑翼飞射 隐隐有龙银之声传出 青涩雾气之中 似有龙爪引线 亦有龙银闪烁 池中的青年宝叶在沸腾 语言难以形容的威压之力 辐射开来 令周围众人 都有一种想要跪下顶礼 膜拜的冲动 李牧和丁一匆匆感到 教主 众人行礼 李牧摆摆手 目光投射向青年池 他感觉到了一种 令他也颇为忌惮的气息 这就是生龙吗 李牧心中惊讶 李白留下的传承 如此强大 叶无痕不过是一个 大圣修为的舞者 结果这才多少天的时间 生生地拔刀到了破碎镜 而且 这种流转澎湃的剑翼 正是李白一身剑术 最为通悬的狭刻形剑翼 看起来是剑术传于叶无痕了 而且叶无痕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了 威力之强 一般的破碎镜强者根本不敢抵挡 这个所谓的生龙 现在看起来 有些厉害啊 正在他撕存之间 青色的雾气荡漾流逸 一个窈窕纤长的身影 从雾气之中走了出来 完美的身材比例 修长笔直的大腿 纤细的腰肢 高耸的胸部 翠绿色的长发 正是闭关许久的叶无痕 只是此时 他的状态 有些诡异 一片片淡绿色的龙鳞 覆盖了他的全身 散发出奇异的光辉 似是铠甲一样 让人看不真切 连脸颊 眼瞼都有亮绿色的细腻龙鳞 绿色长发披散下来 覆盖的鹅角 有两只拇指一样的小小龙角长出来 有一种极为邪义的美感 仿佛是一个半人半龙的女神一样 龙女 李牧有点发愣 丁一在一边嘀咕道 这就有意思了 不知道洞玄子洞房36世 对龙女有没有作用 第565章震惊 李牧听到他嘀咕 简直有一种回头转身 把这货直接当场打死的冲动 感受到李牧的腾腾杀气 丁一连忙笑着解释道 我也是为你下半身和下半身的幸福着想啊 毕竟龙和人的构造还是有区别的 万一到时候你们俩不和谐 哼 李牧在也听不下去 直接一拳就把这货直接轰飞了 其他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丁一不太这条 这些日子经常被教主如此收拾 教中的弟子都习惯了 这时站在池边的龙女夜无痕 渐渐地睁开了眼睛 有绿色的光滑在他的眼中闪烁 第一时间他的眼神似乎是有些茫然 但很快反应了过来 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过 最终落在李牧的身上 叶无痕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亮晶晶的光芒 一炷香时间之后 飞仙殿之中 这么说来 老教主的生龙 就是一滴真龙之血 炼化之后 可以觉醒龙祖神通 听完叶无痕的描述之后 李牧等人大为惊讶 原来是真龙之血啊 青年见仙李白留下来的传承五脏 还真的是奢侈 龙祖乃是宇宙之中的大族 天生具有神通 在地球上的各种神话传说之中 龙也是力量和神通的象征 地球上的中国人 更是自称为龙的传人 李牧不知道地球人被称之为罪名 与龙祖有没有关系 但很显然 真龙之血对于武者的造就 极为不可思议 而且李牧还看得出来 叶无痕还未真正融合这一滴真龙之血 否则 他身上的龙铃 头上的龙角 都可以随意显现和退去 而不会像是现在这样 处于一种半显不显的状态 一旦叶无痕融合了体内的真龙之血 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李牧很期待 老教主说 这一份传承 并非是他留下来的 而是他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留下来的 转赠于我 叶无痕开口解释 道 老教主说 地球的修炼火种是这位圣贤点燃的 星河先怒也是这位圣贤所开辟的 等我真正融合了这一滴真龙精血 日后的前途无可限量 只可惜 一直到老教主规定的闭关之日结束 我依旧只融合了不足百分之一 在座众人 都忍不住到吸一口冷气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百分之一就这么强了 一跃进入破碎尽虚空之境 那完全融合之后 还了得 李牧也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妈耶 自己当日一时拖大 谢绝了李白的馈赠 到底是错过了什么样的机缘啊 不过 他也只是感慨 并不后悔 一则自己修炼的功法 本就是神秘无双 到如今依旧还未彰显全部的威力 二则清廉剑先李白之所以也同意将这一份传承 转赠给其他人 说明李白也认同李牧的观点 融合强者之血得到力量 虽然是一条没有什么弊端的捷径 但依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修炼得来的力量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道 而且 但是李白大概是也看出来一些端倪 李牧身具神功 不亚于龙族 没有必要再融合真龙之血 道士业无狠口中 那位李白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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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了李牧极大的兴趣 那位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叫做什么名字 或者有什么名号 他忍不住问道 叶无狠想了想 似是在回忆 然后才缓缓地道 老教主隐约说过 这位先生没有名字 字号灵感大王 灵感大王 李牧皱了皱眉 他搜长瓜度地想了好一会儿 除了西游记神话之中 有一个叫做灵感大王的鱼精 最后被孙猴子打死之外 其他不管是也使还是正使 还是各种小说之中 都没有非常有名的叫做灵感大王的人吧 很古怪啊 把李白的话翻译出来 很有可能就是 当初老子得到 先秦先贤得到 地球上的圣贤传承 乃至于老子出寒古观而走先路 都与这个人有关 这么厉害的人物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应该是很有名才对 为何毫无记载 叶无狠看李牧比较感兴趣 于是又补充道 老教主还向我展示过灵感大王的画像 说是得此福源 便是入门 从此以后 算是灵感们的传人 因此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师是谁 说着 他以真原作画 在虚空之中 将自己看到的那个画像 直接描绘了出来 蜀山的众人 看到这个身穿道袍 有点邋遢的画像 并没有什么反应 而李牧却是瞬间如遭雷事 瞠目结舌地待在原地 久久无法说话 妈的 老神棍 叶无狠画出来的画像 赫然正是在地球燃灯似中将李牧从小抚养到大的猥琐大仙老神棍 李牧没有看错 也绝对没有认错 因为实在是太好认了 就算是相貌的一些细微细节方面 略有变化 但是老神棍那一身懒洋洋的猥琐气息 哪怕失业无痕的画迹并不算是如何高明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令李牧根本无法将画中的人联系到其他人的身上 这个惊喜 有点太大啊 许久 李牧才揉了揉自己 因为震惊导致表情凝固太长时间 所以有点僵硬的脸 开始整理思路 老神棍分明是现代人 就算是保养有数 但最多也就是七十多岁的样子 再退一步 顶破天一百岁撑死了 怎么可能影响到古人 嗯 也不对 李牧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惯性思维是错误的 老神棍来历神秘莫测 一开始派出所都没有这个人的户籍 标准的黑户 后来据说是燃灯四村的村民们 一起想办法说情 才为老神棍办上了户口 哦 难道这老货 竟然是一个从先秦时代活下来的人今 活了两三千岁 一直都隐藏在中国历史漫漫长河之中 这种事情 以前说出来 李牧绝对会嗤之为荒谬 但是现在 看到了五道强者们动辄数百岁千岁 传闻中更是有上万岁的大能 老神棍神秘莫测 可以将人传送出地球 还能传授李牧先天功和真武权这样的神秘功法 只怕是和传闻之中的大能也相差无几了 这个老货 隐藏得够深啊 李牧觉得 自己必须好好改变一些对于老神棍的定义和看法了 得好好捋一捋 有点猛 教主莫非认识这位前辈 水月先生心细如发 看到李牧这幅表情 有所猜测 李牧苦笑着点点头 道 一位故人 但是在此之前 我可不知道 他如此厉害 真龙之血啊 这种东西 老神棍都拿得出来 简直是毫无人性啊 而且这还是他留给徒子徒孙的东西 可以想象 他交给自己的初代弟子 二代弟子和三代弟子的见面里 只怕是要比真龙之血更加奢华更加罕见 这个老家伙 明明这么富有 却偏偏不给李牧 还让他去杀猪 最后把他丢到神州大陆自生自灭 李牧简直无力吐槽 老神棍当初要是给自己一点什么血之类的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提前在神州大陆上 大杀四方 何必为所发育五年 才能直起腰杆子做人 难道是老神棍觉得 受人以渔不如受人以渔 所以只传授李牧功法 而不是赐予资源宝贝 不过 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李牧的心理 对于老神棍的担忧 突然就消散了很多 既然老神棍才是真正意义上 伴猪吃老虎的高手 拥有如此的手段和神通 那他在地球上的失踪 几乎就可以确定是自动离开 而不是被人暗算或者是捕捉围困 不会有什么危险 就凭地球上的那些武林中人和大家族 给老神棍提鞋 哦 不 是给老神棍擦屁股都不配啊 他到底去哪里了呢 李牧猜不透 不过 他也不用费心思去猜了 只要老神棍安全就好 接下来 李牧的计划 还是得实施 他问道 青莲宝器喷涌 与地下的地脉知器有关 老教主还留下什么其他的传承秘宝 李牧如今是鼠山教主 自然是有资格这么发问 业无痕道 青莲池下方的地穴之中 还有一些隐蔽阵法 以及昔日神教收集的诸多秘宝 老教主也留下了提示 我可以带你去 李牧想了想 道 改日吧 丁毅在一边很是惊讶的迪姑 这么直接 含蓄一点啊 李牧抬手一拳 将其轰飞 道 你先去看看叶奶奶 还有吴明叔 明日再去探索地穴之下的宝藏 也来得及 叶无痕点点头 道 好 他已经听说了擂台大战的始末 也知道了奶奶和吴明的状况 心中如何能不担忧 面色感激的向李牧失礼 然后与贴身丫鬟情儿 以及其他患刀宗的高手 离开了飞仙殿 李牧叹了一口气 老神棍的事情 让他震惊 也在他的心头 平添了诸多的谜团 原本以为已经弄清楚了很多事情的真相 但是现在看来 距离真正的真相 又远了一步 第566章财富 第二天 叶无痕一早就来到了飞仙殿 谢谢你 他很认真的看着李牧 道 这是在感谢李牧救了吴明 以及在他出关之前 照顾叶奶奶 李牧笑了笑 道 何必这么客气 你当初冒着生命危险 去捉风救我 几轰万劫不复 在我的家乡 有一句话 好和好是相互的 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 叶无痕的脸上 露出一丝罕见的笑意 如春光灿烂 趋于 鼠山高层都集中到了非仙殿之中 叶无痕的神色 众又变得宁静波澜不惊 带领众人前往李白留下的隐蔽武库 开启了一些连各大支麦掌门人都不知道的密道之后 青莲池下的白帝封山覆中 一座大型的武库之门被叶无痕以秘书开启 一个巨大的小世界空间 徐徐地在众人的面前展开 其内堆积着各种的矿石铠甲兵器 还有世俗的金银珠宝 以及分门别类的各种秘策秘籍 如同小山一样的让人仰着脖子看 同时虚空之中还有一道道的光影在闪烁 却是各种武道招式和功法的武道投影演示 众人都被要花了眼 天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不可思议就算是龙王岭的龙武等人 坐镇白帝城这么多年 却从来都不知道 在白帝风之下 竟然还有这样一座宝库 坐拥宝山而不自知啊 要是早开启了这个宝库 那我们鼠山 还和巨九大派 早就将它们消灭了 龙武激动地道 有这么多的资源 鼠山未来可期 可以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水月先生道 未必 若是这宝库以前开启的话 只怕是我们还未将其消化 就已经被天外宗门灭掉了 叶无恒点点头 道 老教主的确是这么说的 他老人家离去之前 鼠山各大支脉分崩离析 无法经常合作 如果宝库的消息传出去 引发各大支脉之间相互争夺到 不算是最坏的事情 若是消息传出去 九大门派也涉入争夺 咱们保不住这宝藏 这么一说 各大支脉的掌门 老脸都是一红 过去 正是他们在一起相争 导致鼠山一盘散沙 处于下风 昔日的鼠山 是何等的威风 九大派在鼠山面前 也只是瑟瑟发抖而已 内耗和外部打压 导致鼠山江河日下 这一次 若不是教主断水流横空出事 只怕是鼠山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了 而他们也都会成为鼠山的罪人 李牧心中认同这种说法 这一次只是青莲宝器喷涌 就引起了九大派和天外宗门的际语 可以想象 若是真的有青莲剑仙李白的武库的消息传出去 将会引起更大的波澜 以鼠山派当前的实力 根本保不住 青莲剑仙李白这六个字 在阴线新区之中 还是有着极大的威慑力和吸引力的 李牧走向武库的深处 浓郁的青莲宝器扑面而来 空气都变成了青绿色 这是地脉之气 在此喷发 他走到武库的最中央 看到一座九层祭坛 祭坛的地面和壁面上 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汉字 都是李白的诗词 这些诗词 每一个字都蕴含着青莲剑道的建议 这是一座九层建议祭坛 约是米高 镇压在了武库中央 而祭坛之下 正是地脉汇集之地 宛如绿炎光柱一样的地脉之气 经过了青莲建议祭坛的转化之后 化作青莲宝器 直冲武库顶层 通过阵法 一直冲到了白地城中 鼠山之下的地脉灵气之浩瀚 令李牧也感觉到震惊 被青莲建议祭坛镇压了百年的时间 仿佛是地下火山积聚了百年的力量 浩瀚雄魂到了极点 这是李白的手段 和地下武库秘而不宣的思路一样 地脉之力被镇压下来 汇集起来 就是要等到鼠山真正统一之后 再将地脉之力释放出来 造福鼠山较重 这几个月 青莲建议祭坛已经快要压制不住汇集而来的地脉之力 所以才有青莲宝气喷发的异状 引起了九大派的注意 被镇压在地下的地脉之气 此时已经近乎于结晶 化作矿石 一旦开采出来 其中蕴含着的灵气 可以被鼠山弟子吸收 要比普通的练功打坐便捷太多 短时期之内 足以培养出大量的高手强者 这是李白留给鼠山的福源 龙武等人开始整理武库之中略显凌乱的各种资源 登记造册 李木则是开启天眼 再度观察整个武库 又被他发现了一些端倪 果然 李白留下的手段 不止于此 他发现了一座座处于沉睡之中的见证 弥漫在整个武库之中 甚至向山壁之中蔓延穿透 足足延伸出去数千里 将整个鼠山方圆数千里 几乎于都笼罩在其中 密密麻麻的剑吻隐藏于细微之处 无比神秘巧妙 与山川地势融合在一起 李木暗自惊叹 若是没有特殊的窥视手段的话 别说是破碎镜 就算是生死乔凡镜乃至于兵镜的强者 也无法发现这见证的存在 倒是省了我许多的手段和时间 李木原本就打算 借助风水地气 在鼠山之中 布置下一座超级大镇 来作为鼠山派的依仗 日后即便是面对一些普通的天外修士 也有退守之地 现在看来 根本不用 当年的李白 一定是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 也多亏了这见证的存在 所以这座武库才被隐秘 没有被外人发现 李白当年的准备 非常的充分 李木恍然之间 仿佛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 当年的李白 在苦心世界创建了鼠山 而李木则是在神州大陆 创建了太白城 一曲同工 从地球走出来的人们 都在努力地打拼地盘 撒下地球文明的火种 希望在不知道何时的将来 一旦太阳系的大道之力 不再能够阻挡天外修士们的刀剑和非洲 地球暴露于星河之中 到时候 地球上的同胞袍则们 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而是可以有星河之中的战友 能够并肩作战 捍卫种族生存的权力 每一个身影孤独从地球上走出来的先行者 都在负重前行 心怀浪漫 胸有热血 李木仔细观察这剑阵 阵法之道 触类旁通 李木从老神棍拿理 学到的是道家阵法的总纲 而李白的剑阵 虽然说是将剑术与阵法融合 取其共通 但亦有可追寻之处 而且 说到底 李木和李白 如今算得上是师出同门 都是老神棍这个不靠谱的家伙的弟子 算得上是师兄弟 因此李木理解李白的见证 道也不是很费劲 他在这武库之中 哭作三天三夜 叶无痕一直都在一边为李木护法 三天三夜之后 李木起身 他缓缓地登上了九层青年建议祭坛 转刻在祭坛上的诗文字迹 开始发亮 闪烁奇异的力量波动 每一个字都拆解开来 汉子的一笔一画 都像是刀剑斧月一样 有青年建议流转出来 然后呼啸而出 飞射向不同的方向 融入鼠山山脉之内的一座座山峰 一条条瀑布 一支支河川 一道道山谷 建议流转 剑阵被激活了 这一瞬间 所有的鼠山弟子 都感觉到一阵莫名的亲切之意 然后看到一道道剑光 如同神龙晶空一样 飞过天空 围入到了鼠山山脉的不同地方 然后整个鼠山好像是变了一样 天地之间阴晕朦胧 云遮雾罩 似是仙气缭绕 仿佛一瞬间 鼠山从人间变成了仙境一样 李牧站在九层青莲剑异祭坛上 向叶无痕招招手 叶无痕一正 旋即走上去 李牧伸手握住叶无痕的手掌 仔细感应 叶无痕下意识的一正 但瞬间反应过来 立刻闭上眼睛 神石流转 被李牧的神石直接接引到了一个虚无浩瀚的剑阵世界之中 在他的脑海之中 青莲剑阵的世界出现 一道道剑光流转 浮游于鼠山各处 剑光的运行轨迹 蕴含着剑阵的奥义 李牧讲解 为他开示这剑阵的奥义 指导他操控剑阵 又是十天十夜过去 叶无痕才算是勉强可以操控这青莲剑阵 他以前毕竟没有学习过救阵法 在换刀宗以刀法为主 被李白隔代收徒之后 才弃刀修剑 所以掌控的时间慢了一点 鼠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谁都看在眼里 李牧计划里的准备工作 也基本上完成了 他渐渐的将教权的重心 向叶无痕移交 鼠山的高层 都感觉到了李牧对于叶无痕的重视和信任 这在情理之中 叶无痕得到了老教主的传承 可以说是摇身一变 成为了龙武 水月先生等各个大支脉的平辈了 而且实力也足够 未来的成就 不用想也绝对远超这些老人 必定是鼠山的助粮及人物之一 掌握实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更何况 在鼠山众人的眼中 叶无痕与断水流教主 乃是注定要双修的道理 宛如一体 李牧对于这种说法 也有些无奈 自己这个匿名传人 真的是冒牌货 何况 叶无痕是李白的隔代弟子 而自己是老神棍的传人 与李白是师兄弟的关系 这样一来 叶无痕只能算是自己的失职 这中间 差这一倍呢 他想着 找个时间和机会 将这件事情述清楚 摊开了 这样一直都误会下去也不好 解铃还虚系灵人 得让丁义这个货 来说个清楚 李牧刚要去找丁义 结果这货主动找上门来 神神秘秘地道 教主 你是不是要走 啊 你是不是要离开苦心世界 进入阴心心区 哦 竟然被这货给看出来了 李牧很惊讶 你骗不过我的 能不能带上我啊 啊 我也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嗯 容我考虑一下 李牧摸着下巴 丁义道 只要你同意带我一起去 那我什么都答应你 李牧立刻就笑了起来 这就好办了吗 第567章大婚 看着李牧的表情 丁义心中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你去找叶无痕 把匿名传人的这件事情 给我解释清楚 李牧道 哦 丁义很认真的想了想 道 我突然好像不是很想去天外了 这件事情 咱们回头再说吧 说完转身就溜 李牧刚要追 龙手龙武摸着自己的紫色大胡子就走了进来 参见教主 这直爽的老人行了个礼 表情兴奋地道 好消息啊 叶宗主的神志恢复了一些 哦 李牧文言 也是一喜 道 这是好事 走 看看去 可能是因为清廉宝器的滋养 叶宗主的神志 有逐渐恢复的趋势 属山首席一师理念好风度翩翩 颇为儒雅 一身轻衣 向李牧等属山高层们解释道 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就算是想不起以前的事情 但叶宗主的神志 大概可以在十年之内 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好消息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魂魄状态的无名 在一边笑得最开心 李牧点点头 这就好办了 就算是不能完全恢复记忆 但只要是智商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那将以前的事情 慢慢说给他就可以了 李念好道 唯一需要足以的是 千万不能让叶宗主在这段时间里 神志在受到刺激 否则 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反复 一旦那样 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他很郑重地提醒 梦醉神迷的威力 极其可怕 否则 当年初代李山的山主 也不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将这个药方给毁掉 李念好天纵奇才 在艺术方面 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 出于医者的好奇 他还原出梦最神迷的药方 但导致了夜恨出现了后遗症 心中也是愧疚 这些日子 他几乎是不吃不喝不睡不休息 日以继夜的研究药方 寻找解药 试图找到医治好夜恨的办法 有所收获 但距离最终彻底治愈 还差着一些距离 众人听完 都是连连点头 谁还敢让这位受刺激啊 眼瞅着教主大人的丈母奶啊 在李念好的带领下 李牧等人到大厅里去看夜恨 夜恨安安静静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看着窗外 夜无痕站在他的身边 轻轻地为他揉肩 以后啊 你不要叫无痕了 夜恨突然开口 说话的语气 非常地正常 夜无痕点点头 道好 奶奶说什么 就是什么 夜恨道 风过流声 念过流痕 人过流明 我的孙女儿 是天上的仙女 岂能叫无痕 他说话的语气 姿态 与正常人一模一样 而且逻辑清晰 仿佛是完全恢复了一样 当初给你起的名字 是你父母起的 本来是叫做夜无痕 他们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 无怨无恨 快乐自在 可惜后来 他们战死 幻刀宗有雪海深仇 你也有雪海深仇 岂能无恨 奶奶叫做夜恨 所以给你改名叫做夜无痕 夜无痕证了证 这倒是他不知道的事情 只是现在奶奶的状况特殊 不知道说的是真是假 不过 现在一切都已经变了 九大门派都已经烟消云散 幻刀宗的仇 你爷爷的仇 你父母的仇 都报了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再背负着仇恨生活 所以就改回你原来的名字 叫夜无恨 夜恨说话的时候 语气平静 嘴角挂着一丝笑容 好 我以后就叫做夜无恨 夜无恨点点头 以后 他就叫夜无恨了 反正这个名字 他也挺喜欢的 大厅门口 李牧等人看向李念好 眼神疑惑 不对啊 看老人家这状态 分明是已经彻底恢复了啊 不但能够想起以前的事情 还能如此思维清晰逻辑 深密的说出这番话 明明就是一个正常人啊 李念好小声地道 夜长们偶尔能够记起以前的一些小片段 都是一些对于他来说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在夜圣女在的时候 情绪比较平静 但维持的时间不长 一旦遭受刺激 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就会处于癫狂状态 很难控制 李牧若有所思 其实夜恨这状态 也只是比植物人略好 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地球上也是难以治疗的顾及之一 这时 夜恨听到了后面的动静 回头过来 看向众人 目光平静淡然 仿佛是看着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 一眼扫过 连有丝毫的停留 越是龙武 水月先生等昔日老友 也没有丝毫的关注 只有当他看到李牧的时候 眼睛里 才有亮光闪烁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他招了招手 道 孩子 你来了 过来 李牧笑着走过去 孩子 你放心 你和无恨的婚事 我记得呢 明日我就为你们主持婚礼 夜恨笑咪咪地道 李牧顿时就愣住 不是 奶奶你咋还记着这事情呢 你不是失忆了吗 这下子该怎么回答 李牧看向夜无恨 后者一脸的平静 微风浮动 他绿色头发 白皙如玉的精致面容 不见殷勤 不见波澜 仿佛是与自己毫无关系 李牧回头看向丁义 丁义努力地点点头 无声地说着什么 李牧通过口型 可以分辨出来 丁义大概说的是 是 记住 不能受刺激 李牧 夜恨不能受刺激 如果自己此时说出 冒牌匿名传人的事情 或者是找借口拒绝了这门婚事 激动之下 夜恨发作癫狂起来怎么办 李念豪很认真的说过 一旦夜恨受到什么刺激 很有可能痊愈的希望就彻底消散了 李牧只好点点头 夜恨果然就很高兴 到了第二天 李牧的最后一丝侥幸烟消云散 夜恨老奶奶对于这件事情的执着超乎想象 虽然李念豪说她根本不计事 但这件事情却记得清清楚楚 说第二天就是第二天 绝对不是第三天 李牧原本指望着老人家忘记了这件事情 结果第二天换刀宗区域的建筑房屋 全部都披红挂彩 热热闹闹的开始筹备婚礼 整个白地城都已经传开了 李牧于是一个头有两个大 他一开始想一走了之 但后来一想 这样一来 只怕是比昨天在客厅里就直接拒绝还更加刺激夜恨 后果无法设想 对于夜无恨来说 也有些太过于残酷 毕竟如今整个鼠山都以为两人是天生一对 若是离去 等于抛弃 以后让小姑娘怎么做人 被别人指着几两骨 说断水流被取夜无恨这种事情下的连教主之位都不要落荒而逃了 这事情就做得太缺德了 李牧想来想去 花了半天的时间 找到了躲在捉风之下的丁义 一顿狠揍 最后丁义整张脸都变成猪头了 才暂时放过他 回去之后 他也没有说什么 就在所有鼠山教派高层和弟子的注视之下 在夜奶奶慈祥目光的关注之下 和夜无恨完成了婚礼 整个白地城都笼罩在一片喜庆之中 对于鼠山派来说 这绝对是喜上加喜 宫火 烟花和美酒 是表达这种欢庆的最佳载体 而李牧和夜无恨 则被送入了洞房 红色的烛火温馨而又明亮 红色喜自在烛光的照耀之下 散发出喜庆的光辉 一席大红喜袍 头顶着红盖头的夜无恨 坐在龙凤木床的边上 安静的像是一尊雕塑 李牧站在桌边 喝下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说 洞房里的气氛 非常微妙 夜无恨突然抬手自己摘下了红盖头 翠绿色的长发在大红喜袍的衬托之下 美丽的令人眩目 他看着李牧 脸上的神色平静的犹如古井无波 道 谢谢你 怎么这么说 李牧看着他 夜无恨道 谢谢你配合我 为了奶奶 演了这一出戏 李牧惊讶地看着他 你不是匿命传人 夜无恨道 我早就知道了 李牧非常意外 是丁义说的 夜无恨摇摇头 道 我猜出来的 李牧没有再问他到底是怎么猜出来的 只能说 夜无恨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和优秀的女子 否则李白也不会在这么多属山教众之中 选择他作为传人 以他的慧智蓝星 根据一些端倪猜出来李牧不是匿命传人 似乎也并不奇怪 况且 夜无恨和肖东 落悬心等地球人关系不错 他肯定从这几个年轻人的口中 知道了一些什么 看着这张绝美而又淡定从容的脸 李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夜无恨道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你我之间的婚约 只是为了轰轰奶奶 我不会当真 你也别当真 好不好 李牧愕然地点点头 道 好 他心里 真的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按照地球年龄算的话 他现在也就是21岁 并非是最好的婚娶年龄 当然 最关键的是 他和夜无恨认识也就是数月时间 要说不被夜无恨的风华美貌吸引那是欺骗人 可要是到了非君不取的地步 那也是骗人 这样结婚还是太草率 与人与己 都是不负责任 何况在他的心里 还有其他几个女孩子的身影 每一个身影都游离不定 李牧从来没有好好考虑过这件事情 第568章 我在 鼠山在 说完这些话 两个人仿佛是都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一样 红烛照印下的洞房里 有些沉默 夜无恨来到洗桌边 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轻饮 道 你要离开了吗 李牧这些日子的准备 他有所察觉 李牧点点头 道 是啊 去天外 嗯 是想要将风暴的中心点 从苦心世界引到阴心心区之中去吗 夜无恨问道 李牧诧异的看了看这个女孩子 他看穿了他的想法 在阴心心区 我是各大宗门都重金悬赏通缉的重犯 我在这里的消息 早晚会传到阴心心区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反而会连累鼠山 若我主动离去 进入阴心心区 各大宗门的注意力 会放在我的身上 对于苦心世界不会太在意 有青年见证在 你们的压力 会小很多 李牧也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我夜无恨点点头 道可是很危险呢 李牧笑了 道我留在这里 也很危险 大家都会很危险 夜无恨不说话了 顿了许久 他看向李牧 平静地道 要不要我陪你去 如今我也是破碎境修为 不会成为你的累赘 那张平静而又绝美地白皙面容上 青沙笼罩一样的不见波澜 翠绿如同世界上最完美的翡翠 没有丝毫的杂志 纯净的令人灵魂颤立 很安静地看着李牧 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牧笑着摇摇头 算了 他的破碎境 和他的破碎境 不一样啊 我夜无恨点点头 没有在辩解 他也知道 李牧的实力 高出自己太多 留在鼠山吧 只有你能操控青年见证 李牧道 对于老教主 对于我 对于很多人来说 鼠山屹立不倒 太重要了 夜无恨握了一声 很认真地道 我在 鼠山在 看着他的眼睛 李牧的心 突然就颤了一下 说到底 夜无恨今年也才18岁啊 地球上18岁的小女孩 在做什么 家人的宠爱 朋友的呵护 大学校园 之门刚刚开启 美好生活 微笑着招手 而夜无恨 却已经是从 诗山学海之中 走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李牧希望 他能够撑起鼠山 为地球日后 走出银河系 捍卫住这个前哨站 这样一副如此厚重的担子 就压在了一个 不是地球人的 18岁女孩子的身上 李牧在扪心自问 自己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自私 为了奶奶 爷爷 还有爸爸妈妈 我也要守住鼠山 夜无恨道 他仿佛是有一种 看穿心灵的力量 隐约感觉到了 李牧那隐藏极深的 感激和愧疚 抢先说道 李牧看向他 他很平静地道 鼠山 是我的家 李牧点点头 明白了 夜无恨并非是 那种很健谈的人 也许是因为过往的遭遇 经历了人世间的生离死别 见惯了鲜血和白骨 无数次游走在生与死之间 她的身上 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冷淡和平静 略有一些自闭 所以给人的感觉失去人鱼千里之外 实际上呢 是个外冷内热的女孩子 李牧能够感觉到 她对她的来历 对于地球 是有好奇的 可能是在与霄冬 若玄心等人的接触之中 彼此在思想上 受到了一阵冲击疤 尤其是洛玄心 与夜无恨关系极为和睦 颇为交心 聊得比较多 但是 与其她的女孩子不同 夜无恨能够很轻松 就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好奇心 或者说 这种好奇对于她来说 并不重要 夜无恨到现在为之短短的18年生命 可以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充满了刀光剑影和仇恨 而后半部分 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家 她要守护自己的家 这个家 就是鼠山 对于李牧来说 夜无恨是她接触过和所认识的女孩子里 最为特殊的一个 与众不同 我有点累了 我先睡了 夜无恨站起来 走到洗床边 很平静地躺上去 合一而睡 绿色的长发铺在红色的床单上 仿佛是一团盛开的水枣一样 美丽而又平静 无声无息之中释放出惊人的魅力 长长的睫毛闪烁 闭上眼睛 侧面看起来 如羊之白玉一样的面部弧陷 显得宁静而又祥和 她仿佛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这样好好的休息过 仿佛非常的疲倦 很快就真的睡着了 李牧坐在洗桌边 撑着下巴 也略有困倦之意 这样的气息 非常暧昧 但是李牧知道 自己必须在洞房里面 等到天明 然后与夜无恨一起出去 既然说开了是演戏 所以也就要演完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迷迷糊糊之中 李牧趴在桌子上 也睡着了 夜色缭绕 蜀山白地成前所未有的宁静 周围的嬉闹之声逐渐散去 丫鬟琴儿守在洞房门口 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 抬头看着月亮 她的脑海里 也浮现出了一张笑脸 屈之不散 时间过得总是这么快 可惜那个人 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故乡去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她 毕竟隔着遥远的星河 她说下一次洞天开启的时候 一定会再来看自己 可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不会等到自己头发都白了吧 而在幻刀宗的大殿门口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的夜恨 目光柔和 看着天上的月亮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无名神色满足地站在夜恨的身后 月光照射过来 只有椅子和夜恨的身影 没有无名的影子 滚破 没有影子 半生半死的状态 无法修炼 除了说话 连一个杯子一颗水果都没有办法拿起 但她已经很满足 起码她还可以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就在自己的身边 昔日的苦难都过去了 静谧的时间长河里 如此平静的时光 对于江湖人来说 多么难得啊 月亮东升西落 李牧突然睁开眼睛 清醒过来 心中一惊 抬头看时 发现自己依旧坐在洗桌边 趴在桌子上 而外面金色的朝阳已经照射进来 洒落在红色的地面上 似是铺了一层黄金一样 煞是好看 你醒了 夜无恨的声音传来 她站在窗口 金色的朝阳将她完美的身形轮廓描绘的罪人心神 翠绿色的长发每一根发丝似乎都萦绕着金光 美丽的令人瞠目结舌 似是一尊沐浴神光的女神一样 竟然睡了这么长的时间 李牧感觉到不可思议 以她的修为 竟然完全睡到了不知道外界的一切动静 这太罕见了 难道自己也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实在是太盲目劳累了 彻底放松下来之后 进入了真正的睡眠 你也许是太累了 时间已经过了 我没有叫醒你 夜无恨道 李牧柔了柔脸 站起来 道 的确是太累了 我们走吧 两个人从心房之中走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发出了善意的哄笑声 春宵一刻值千金 便是修为达到了破碎镜的两人 看起来也是陷入了昨夜的翡翠缠绵之中 竟然错过了拜访长辈的时间 看起来两位新人的感情 交流的非常不错呢 丁义更是在人群中仅没弄眼 洞玄子洞房三十六是果然不同凡响 按照这时间计算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只怕是教主昨夜没开六度啊 他在心里很是震惊地嘀咕道 简直就是一个字 强 不愧是修炼到了破碎镜的男人 接下里便是一连串苦心世界新人结婚之后的礼节 李沐心中对于业无恨有歉意 所以在这些礼节方面 坚持全部都完成了 缓刀宗老奶奶在整个过程之中 精神非常好 情绪也很平静 李念好私下里很欣喜地对众人道 也许真的是因为冲喜起到了作用 所以她的状态恢复 似乎是比前两日好了许多 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可能不需要十年 最多三五年 夜恨就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状态 蜀山之中 皆大欢喜 中午 李沐以教主的名义 在飞仙殿举行宴会 答谢教众 这也是事先就准备好的 如今的李沐 在蜀山神教中 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望 宛如神明一样 收到了教众的狂热崇拜 当李沐端起酒杯 向所有教众敬酒致辞的时候 整个白地城之中 都响起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除了蜀山教众之外 还有苦心世界的众多国家 城邦 宗门的代表 也来参加这次婚礼 无数人看着那个身形修长俊朗的年轻人 看着他一呼百应 看着他景从如云 顾尤德纷纷感慨 一个人的威望 达到这种程度 在苦心世界之中 只怕也是前所未有 毫无疑问 从今以后 苦心世界将会成为蜀山的天下 李沐端久致谢 突然 远处的天空之中 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色云朵 飞快的明暗飘浮而来 很快就遮蔽了半边的天空 仿佛是雪海道观天穷一样 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雪云之巅 俯瞰下方的白地城 眼神穿过重重蜀山迷雾 落在了李沐的身上 哈哈 山水有相逢 李沐 我们又见面了 他大笑着道 第569章两个老熟人 天外修士 蜀山教众看到这一幕 纷纷变色 那漫天席卷的雪海 澎湃着天外修士独有的强大气息 苦心世界的强者如今都集中在白地城之中参加蜀山教主断水流的婚礼 没有人可以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李沐面色有点古怪 天外修士会来 这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这些日子 一边在安排蜀山的事情 一边在修炼 最主要的 也是在等待天外修士的到来 这本就是他计划之中的一部分 只是没想到 来的人 竟然又是一个老熟人 不 准确的说 应该是两个老熟人 雪海圣子还有他身边的蒲丛雪月魔君 这个雪海圣子也是一个人物 在神州大陆时 他与李沐之间有过数次交手 基本上每次都是吃瘪 在后来的神木之战中 雪海圣子见机得早 提前抽身 没有被李沐斩杀 也带走了同样一直在李沐手中吃瘪的雪月魔君 这两个人也是神木之战中少有的幸存者 今日再见 雪海圣子的实力 显然要比当日在神州大陆时候强横了许多 便是一边的雪月魔君 周深雪雾缭绕 内境激荡澎湃 有道则流转 天外星辰之力臣服 显然是也已经远超昔日 早就是破碎镜的修位了 无边的雪海遮蔽了半边天空 令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灵魂颤力压抑之感 是不是很意外 雪海圣子俯瞰着李沐 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道又见面了 李沐放下手中的酒杯 道你倒是也敢来 看到雪海圣子出现 李沐心中就放心了一大半 这个人的性格 他相对了解 绝对是一个吃毒食的主 李沐完全可以确定 以雪海圣子的性格 必然是做了和黑沙一少女同样的事情 为了独吞赏金 必然是在第一时间 压下了消息 或者是延缓消息扩展的速度 然后独自前来苦心世界 想要来杀李沐 得到巨额赏金 这和李沐计划之中的趋势 一模一样 他早就料到 随着黑沙一少女战死 九大派的破碎镜强者全灭 天外宗门在苦心世界培植的势力 等于是土崩瓦解 虽然苦心世界的残余 无法联系到天外宗门 消息暂时会处于封闭状态 但不会是长久的封闭 当时李沐还无法确定 九大派的余孽 会不会用什么特别的手段 将消息传出去 或者是天外宗门长时间等不到消息之后 也会来查看 会派前后续的强者来一探究竟 这两种都在李沐的考虑之中 前一种会略微麻烦一点 消息从苦心世界散出去 不好控制 各方蜂拥而来 来的人太多 李沐的压力会很大 后一种略好 一般派遣使者 不会来太多人 但不管是哪一种 李沐都在等 只有天外的人来了 他的计划 才能真正开展 而雪海圣子这样无限装逼的出场模式 几乎就等于是在告诉李沐 不管是哪一种都已经无所谓 这第一波来到的天外宗门 只有雪海这一波人 那就很好办了 李沐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在鼠山教众和各大国家 城邦 宗门首脑高层的注视之下 李沐身形 缓缓浮空而起 屿立在高空之中 遥遥与雪海圣子相对 气势辐射出来 一道道无形的刀翼在虚空之中流转 竟是完全可以与那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雪海相抗衡 众人略微松了一口气 而夜无恨几乎是想都没有想 紧随其后 他操控鼠山剑阵 隐而不发 气势虽不及礼目 但隐隐有与这一方天地山脉相连的天道融合之感 也令雪海圣子和雪月魔君两个人 感觉到了一丝凝重 李牧 没想到吧 雪海圣子冷笑着开口 李牧直接就打断 我想到了啊 雪海圣子 你什么啊 你就想到了 能不能好好让人把话说完啊 一边的雪月魔君 盯着李牧 战亦燃烧 到 昔日在神州大陆世界 我与你早有一场约战 可惜因故 数次推迟 不如今日 就了结了这段过往吧 当年 他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悲剧人物 成为了神州大陆世界的笑话 数次约战 结果都被李牧给下的不战而逃 成为笑谈 这是他心中的一个坎 也是他武道之路上的一块心魔 现在觉得在天外修炼雪海秘术 实力突飞猛进 就要迫不及待地挑战李牧 了结心魔 当然 这个人做事圆滑 面面俱到 也是为了替雪海胜子打先手 试探如今李牧的实力 李牧却很直接地摇摇头 道 不行 绝月魔君冷笑道 你怕了 李牧笑了笑 道 不是我怕 而是你不配 绝月魔君顿时大怒 你怎知如今的我 话音未落 一道犀利刀意 突然迎面而来 绝月魔君一正之下 催动雪海秘术 身前一个个雪色符纹流转 化作雪盾 想要抵挡 待雪盾才刚刚组合完毕 就无声无息之间 一分为二 绞心 绝海圣子一拍他的肩膀 千钧一发之际 将他拍出去数百米 驾一瞬间 就看雪月魔君所在的位置 一道虚空裂痕出现 其后的雪海更是出现了 一道长达数千米的裂痕 仿佛是被一柄无形的神刀 直接斩裂了一样 而且 这裂痕久久不遇 裂凤周遭的雪海 更是有融化为雨水的趋势 绝月魔君这一下子 真的是亡魂大帽 背后冷汗差点而湿透一倍 这是什么刀法 如此恐怖 他心里很清楚 这遮蔽天空的雪海 其实是一箭盗宝 一缕刀意 就斩裂盗宝 刚才那一刀 如果是斩在自己的身上的话 只怕此时 他想了想 直接闭嘴 一句话也不说 就站在了雪海圣子的身后 他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软能硬 能屈能伸 你变强了 雪海圣子笑了起来 他的神色并未因为 李牧刚才随心一刀而有什么变化 依旧镇定自若 一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效益 道不错不错 不愧是曾经让我都碰壁过的对手 只有这样的你 才值得我亲自来一趟这苦心世界 李牧无力吐槽 真特么的忠二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雪海圣子还有这属性呢 就听雪海圣子又道 你没有让我失望 不过 在没有正法和天道法则压制之下的我 将会让你绝望 李牧现在就来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心和天才吧 你的命注定由我来取 说完 他随手一挥 身后遮天蔽日的雪海之中 瞬间分离幻化出无数道雪剑 朝着李牧灭杀而来 每一剑都具有另破碎尽强者瞬间烟消云散的威能 楚山众人 接近变色 天外修饰的强悍 在这一瞬间表现的淋漓尽致 你这中二病得自治 李牧心念一动漫天秋风瑟瑟之声四起 这正是二十四节气刀意之中的秋风刀意 淋漓风声过畜 那密密麻麻的雪剑 瞬间就被吹散 化作了纯净的能量 消散在天地之间 回馈天地天道 才不过是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李牧对于二十四节气刀意的领悟 已经又加深到了一种既时于须的境界中 然后 半空之中 飘起细碎的雪花 这是二十四节气刀意之中的小雪刀意 哈哈 刀意演化气候 有些意思 绝海圣子面不改色的大笑 他手中不断地捏出印绝 身后的雪海之中 浮现出一头数千米长的雪色饕餮巨兽 一张口 将漫天的细碎细腻的雪花 都吞噬一空 他在正常状态之下的实力 的确是极为强大 绝海是阴仙心躯的大宗门之一 非是黑衣杀楼这样的杀手组织可比 身为雪海的传人 雪海圣子的实力 绝对是远超黑沙衣少女 这也是他在明知道黑沙衣少女被李牧所杀之后 依旧赶指带着雪月魔君这样一个仆从就来到苦心世界的原因所在 雪色饕餮怒吼着 朝着李牧冲来 散 李牧轻喝 驾一瞬间 雪色饕餮腹内的小雪刀意爆发 万千刀光 直接将其斩碎湮灭 化作精纯能量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哈哈 好 很好 你勉强有资格 做我的对手了 绝海圣子大笑着 身形朝着天空更高处提升 道 来吧 李牧 让我见识见识 你的气候刀法 能够演化多少众刀意 他这是在腰战 李牧没有犹豫 身形化作流光 急驰而去 转眼 两大强者的身影 就在高空之中 肉眼无法看到 那遮天蔽日的雪海 至少分出去四分之三 随雪海圣子腾空而去 最终化作了一片红光 勉强可见 绝月魔君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冷酷的笑 他看向对面的夜无恨 看向下方白地城之中的鼠山众人 仿佛是高高在上的神灵 在看着一群如毛隐屑的 卑微野人一样 眼神里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他相信自己的主人 可以将李牧擒住 而他的任务 则是将李牧在苦心世界的 亲友朋友擒拿 捉回血海 到时候作为彻肘李牧的工具 来逼问李牧身上的一些秘密 不论是血海圣子 还是血月魔君 对于李牧有专门的研究 现在也都坚信 在李牧的身上 一定是隐藏着某个大神通者的传承 这是李牧可以崛起的最大原因 第570章拔剑 漫天的血海 就算是只留下了四分之一 也依旧占据了方圆数百里的区域 血月魔君施展印法 掌控了这片血海 幻化出不同的形状 缓缓地下沉 朝着整个白地城拂压下来 四方云动 天地元气狂暴了起来 白地城之中 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阵阵的窒息 借助血海 血月魔君可以发挥出远超自己境界的实力 他低头俯视着下方的苦心世界众人 像是俯视着一群带宰的羔羊 要杀那些人 捉那些人呢 他的目光 逐渐落在了叶无恨的身上 好美丽冷艳的女子 令人惊艳 看到她刚才紧随李牧现身 向来是和李牧关系极为密切 恩 妈的 李牧这个小白脸 向来女人缘怎么这么好 神舟世界的花响容和北宋郡主 也都是一等一的大美人 来到了苦心世界 竟然也能够勾搭到这样一个艰巨美丽和实力的女人 好 就捉她 绝月魔君视线锁定叶无恨 而在这一瞬间 叶无恨也有所感应 凝聚功法 严真以待 小美人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本作可不想把你弄伤了 绝月魔君大笑 身后的血海 直接幻化出一只白米长的剧长 缭绕着血色符文 朝着叶无恨抓了过去 叶无恨浑身清廉 建议流转 正要出手 弟妹且慢 还是让我来吧 一个声音响起 丁尼的身影 破开虚空 逆势而上 越过了叶无恨的身侧 朝着那百米剧长营去 她的出手 倒是让很多人都感觉到意外 不过 更让人意外的是 丁尼浑身流转着的真元气息 竟是比所有人想象都强大太多 丝毫不亚于破碎镜 秋 一道剑光 从双手之中迸发出去 将那血色剧长 直接露开一个直径数米的剧动 丁尼人剑合一 身形闪烁 剑光流转 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 不断的折返来回 将那剧长宛如刨丁解牛一样 分解开来 不过 她毕竟没有李牧24节气刀翼那种的神通 血色剧长被展开之后 化作血水 很快就重新凝聚出来 回到了血月魔君的身边 嗯 你是何人 绝月魔君略感亚然 这个人 倒还是有点实力 丁尼身形明智在虚空之中 得意洋洋地道 属山教主里 呃 属山教主断水流亡座之下走狗丁尼 就问你怕不怕 绝月魔君文言 就有一种不知道什么形容的感觉 怎么还有自称为走狗的人呢 你还不配 她对丁尼摇摇头 道 便是你的主人 也勉强只能算是我的对手 丁尼直接打断 不屑知情异于言表 撇嘴道 你可拉倒吧 你说刚才那个与我教主交手的小子 勉强可以与教主一战 我倒还信 但是就凭你 刚才连我家教主一念之见都接不下 还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吹牛逼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也不过是那小子身边的一条走狗而已 咱俩过过招 我保证不把你打得你妈都认不出来 绝月魔君听的牙都痒痒 死 她打定主意了 这个人 绝对不捉 直接弄死算了 嘴太贱了 角色剧长 符文光滑闪烁 密密麻麻 蕴含着伟丽 拍开虚空 直接朝着丁尼抓去 丁尼再度施展剑法 人剑合一 光影流转 故技重施 将血色剧长分解开来 杀 她主动攻击 剑光如电 朝着雪月魔君凄近 亦无恨看到这一幕 微微后退 拉开距离 为丁尼掠阵 下方白地城之中 鼠山教众和苦心世界的大人物们 看到这样的变化 心中的反应各自不一 李牧强盗也罢了 怎么这个丁尼 竟然也这么强 尤其是鼠山教众们 经常看到丁尼被李牧殴打 也时刻感受到了丁尼梅正行不靠谱的气息 还以为这或真的只是一个跟随李牧身边的小随从而已 没想到关键时刻出手 强得有点过分啊 这种实力 便是龙手 水月先生等人 也未见得可以与之抗衡吧 身藏不露啊 而各大国家 城邦 宗门的大人物们 却是震惊于 如今的鼠山底蕴真的是可怕 随便出来一个人 就可以与天外修士分庭抗礼 未免有点太过于可怕了啊 天空之中 蠢货 绝月魔君冷笑 哼我近战 想要近我身 他双手幻化手印 一个个印诀连绵不绝地从的双手之中脱胎出来 印象雪海 就听一阵阵宛如远古魔物咆哮般的亲人吼叫 从雪海之中传出 一头头的血色魔兽 幻化出来 在虚空之中奔腾 怒吼 闪避见光 朝着丁一丝要撕扯过去 见气呼啸 明亮的见光 闪烁着白银一般的璀璨光滑 那些血色魔兽不断的被斩断 分解 但这样的效率 显然有点低 却魔魔君所持的四分之一血海 不断可以幻化出不同的魔兽 武器 还有手持弓箭的人形生物 既有近战 也有远程 仿佛是一支军队一样 对丁一展开围攻 源源不绝 哪怕是被丁一的剑光斩碎 很快重新又弥合凝聚再生 杀之不尽 斩之不绝 空 丁一的身形 被一只血色魔熊拍飞出去 在半天空之中各种九十度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失控旋转 拉得 依靠着一件邪门道保欺负人 算什么英雄 他稳住身形 气呼呼地道 绝月魔君冷笑不语 这个时候 谁和你论英雄 丁一咬牙切齿地道 好 这可是你逼我的 他站在原地 手中也捏出一个剑绝 无形的召唤之力 朝着捉风的方向席卷而去 给你看看我的大宝贝 嘿嘿 丁一很得意地道 虽然没有赶上十场擂台大战 但赶上今天也不算晚 出来吧 匿命之剑 随着他的大喝声音激荡 数千米之外的捉风 开始剧烈地震荡动摇了起来 外面一层层的岩石 仿佛是石皮自动剥落下去 露出了里面银色的光滑 犀利的剑气流转开来 捉风轰朦胧地从地面之下拔刀 不断地拔刀 就像是一柄插在大地之下的神剑 被一寸寸地拔起一样 那是 捉风被从地面之下拔起来了 不对 是一柄剑 逆命之剑 难道传说是真的不成 这一幕 让鼠山众人都无比地震惊 捉风乃是鼠山神教七大分支之一的 匿命昔日山门所在 是鼠山山脉之中排名前列的几座高峰之一 也几乎是鼠山的代表剑峰之一 时场擂台大战之前 很多人也都察觉到了 捉风上发生了一些异变 尤其是他会不规律的拔刀 虽然一次只有数百米 非常诡异 但是没有人想到 这捉风竟然是一柄剑 一柄仿佛是神话传说之中 距灵之神使用的巨剑 大地震动之中 捉风之剑虽然看似缓慢地拔出 但等到众人反应过来 数万米长的巨剑 已经彻底脱离地面 悬浮在了虚空之中 古老而又质朴的造型 剑身肥厚 背脊椎圆 没有棱角 剑柄浑圆 一圈一圈的螺纹 似是黑龙缠绕 剑柄也是一个黑色圆圈 顶部平坦 四十擂台 正是捉风昔日的疯癫 这剑的剑身似是纯银 流转荧光 极为璀璨 而剑柄则是漆黑 仿佛是可以吞噬淹没一切阳光一样 造型很奇特的常见 给人的感觉 像是剑中的胖子 而丁腻的身形 也已经站在了巨大的剑柄之上 整个人的气势 陡然改变 黑色的衣袍无风自骨 一头黑色的长发像是失去了重力一样 在虚空之中飞舞着 每一根发丝都流转银色神光 有无数道的剑意从身体里流淌倾泻了出来 他站在剑柄上 四十亿粒尘埃落在山巅 几乎微不可查 但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 却都被他所吸引 哈哈 怎么样 丁腻咧着嘴看向雪月魔君 道 我这件宝贝 卖香可以吧 我像是拔萝卜一样 拔了整整两个月 才算是拔出来 哈哈 你是的一个尝试我的大宝贝的人 运气不错 雪月魔君面色凝重了起来 这柄胖剑 令他感觉到了威胁 尤其是雪海之中的冤魂一阵阵骚动 似乎是极为害怕一样 令雪月魔君意识到 有点麻烦 这时 丁腻已经出招 他站在巨大的剑柄上 左脚重重的一踩 悬浮在空中的万米去见剑身上 似是反射阳光一样 一闪 一道数千米长的剑光飞射出来 瞬间就将雪海之中幻化出来的各种魔兽 人形生物 直接搅碎成为飞灰 再也难以恢复 雪月魔君咬牙切齿 怎么现在不但是李牧刻我 就连李牧身边的人 也都顺带着要刻我了吗 不管如何 主人吩咐下来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 否则 麻烦就大了 他心中暗存 只好用那一招了 雪月魔君下定了决心 手中印法一变 连续捏出手印 不断地注入雪海之中 甚至身体里的一股能量 也被抽离出来 注入雪海 就在他正要施展近招 击杀定义的时候 突然之间 意外的变化出现 这四分之一雪海 脱离了他的控制 朝着天空上方飞去 朝着天空上方飞去